我刚才解锁的密码就是S 因为首先我叫周深 然后我喜欢听我歌的朋友叫声女 然后我也是通过我的声音 被大家认识的 所以解锁我的密码就用S就可以啦 我的2022关键词就是在 因为我一直在努力的在唱歌 然后希望能够在任何时刻你需要的时候 我都可以陪在你身边 只要你需要 无论你在哪里 我都在这儿 在 眼看2022年马上就要结束了 而在最后一个月中 全网观众都在关注同一件事情 那就是跨年演唱会 截止到目前为止 微博热搜上就出现了各大卫视跨年演唱会 嘉宾阵容的相关路透 其中周深的热度最高 与往年一样出现在了多家平台的名单当中 Hello 大家好 我是戈手周深 追寻光 与见光 你随光而来 2022年终演唱会将于12月28日晚 8点准时开极 和陆湖 揽胜极光L一起领乐极光之美吧 首先天津卫视 你随光而来 2022年终演唱会 在12月28号也就是今晚8点准时与歌迷见面 周深将演唱奔向你 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两首歌曲 演唱会将会在天津卫视官方账号全程直播 大家记得准时收看哦 人生多么美妖 记得保持微笑 美好生活都将你拥抱 好好地吃个饭 友好地睡一觉 好好生活 原来就是美好 原来就是美好 年底了周深正在冲业绩 26号刚发完新歌《风起流年》 就在27号凌晨又悄然地上线了另一首新歌《人间星河》 这一速度是要确保周八隔城好吗 你是我所有一托 是心底最眷恋的听伙 你是人间蝕蝶的星河 永远有我深埋着 另外今年央视动作比较快 早早就官宣了2023春晚 并于近日组织了第一次彩排 相较于去年 年关在即也没有任何消息 今年属实是比较早了 而央晚一直都是每年的重头戏 不仅嘉宾阵容庞大 节目形势也很多样 艺人们纷纷以登上春晚舞台为荣 今年的首排跟往年一样 一开始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百味明星齐聚北京 各种路透层出不穷 周深也参加了首次连排 想必不少人都很期待 穿的还是那一件穿了好几年的黑色长外套 据说还是在乌克兰的时候买的 这件外套几乎成为了周深的战袍 祝周深彩排顺利 这将是周深第二次登上春晚舞台 虽然此前只上过一次春晚 但是这一次就和20余次登上春晚的歌唱家 张也老师合作 演绎了灯火里的中国 这首歌当时也成功出圈 那真的是红遍全国 凭借过硬的专业能力周深一点也没有怯场 顶住了压力 进行完美演绎 不知道今年周深将会带来怎样的重磅舞台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本次为首次连排 不少节目或许会被砍掉 在之后的彩排中也会有新的节目来顶替 我们在开心之余也静静地等待吧 最后周深以官宣确定参加的 具有六台晚会 分别是央视跨年 江苏跨年 北京跨年 天津跨年 最美的夜跨年 以及央视春晚 请大家准备好几个设备 准时看周深的跨年吧 你们说的假话 其实是奇怪 旁边这边有个人说 你永远都这么帅 我们这个有个小电视 小电视上没有荧光棒 请你有你的荧光棒 为我点击你的宴火 给我打call 你们都有隐形的荧光棒 那你们后面小心 不要被我隐形的翅膀挡住 这种烂梗真的是 其实要说到 喜欢的影视剧的插曲 实在是太多了 第一个反应反应 反应想到会是雨碟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雨碟 我想你飞 温柔地吹 你的拥抱将我包围 我想你飞 多远都不累 被爱的感觉 哎呀不行 我舍不得力这个flag 说在新公体 开演唱会 因为我自己的flag都会倒 中心的转型 就是重任自己 重任自己 flag不利 太害怕倒了 我觉得就默默地 朝自己心中的方向去努力 有个话说出来 自己也不兴趣 时间不会去改变什么 反而时间会去告诉你成长 陪你成长 让你去精力喝的东西 我们的心真诚 一定是带着 我们以前就是的自己 然后一起去奔向更好的自己 然后更新 也是自己更喜欢的自己 这是我对心真诚的理解 自己看着剧 听着歌长大以后 也可以自己唱更多的剧啊 或者是唱更多好听的歌 去成为别人的美好记忆的一部分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争吵 我来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 一定要带的三个东西 那一定就是 麦克风 耳机 最近真的很少 但最近单曲循环的最多的答案是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即将演唱的demo 一些天生就不太适合我的音乐风格 比如像黑嗓 我做不到 其实很多风格我可能都是在挑战中 你要说把它做好 那肯定做不到 总之就努力挑战吧 因为我自己平时听歌的风格也会比较杂一些 所以希望可以唱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 和歌óg是谁 我身杀从何谓 我身杀从何谓 这 scheint先跛离 我身杀从何谓 这dog które一个情New 吼 感谢观看